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11月的一天 从北京飞来的航班降落在昆明长水机场 云南是旅游圣地 昆明更是四季如春 然而这一型人却不是来旅游的 他们是北京公交总队警犬工作大队的公安民警 此次来昆明要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封闭训练 大队长陈宝云和副大队长王宁亲自带队 除了要安排好队员们的吃住 王宁这次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就是挑选合适的警犬用在今后的训练和工作中 警犬它是一种动物 经过人为的训练以后能够充分调整它的天性 它的嗅觉 它的体力 它的灵敏度 那这种犬特有的这种自身的特性 结合我们的训练 在公安工作中能起药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北京如果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 近几年在我们乘坐地铁的时候 有一些重要的车站会有一道靓丽的风景 英姿萨爽的公安干警 携带着警犬在默默的守护着首都人民的出行安全 自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后 北京的地下轨道交通就增添了警用工作犬 也是在那个时候 北京公交总队警犬工作大队正式成立 成立之初 由于犬的数量有限 公交犬队只训练了一批搜索爆炸物的搜爆犬 我们平时在地铁上看到的警犬 基本上都是搜爆犬 当初的主要任务就是 一是警犬巡逻震慑 这是警犬一个职能 再一个就是通过警犬那种防暴的作用 这个查获携带一人一包物品的人员 随着近几年警犬数量的增加 公交犬队还准备训练一批击毒犬 这次云南执行 公交犬队就打算挑选十条优秀的工作犬 作为击毒犬来使用 而这十名队员就将是未来击毒犬的新主人 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 这里就是队员们的新家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这里培训 更重要的是 基地还负责指导全国八个省区市的警犬技术工作 在公安部下属的几家警犬基地中 昆明警犬基地可谓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这里防御着唯一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犬种 昆明犬 每年基地都会举办昆明犬的展评比赛 分配好宿舍 队员们还很兴奋 迟迟没有散开 明天他们将要亲自挑选训练拳 他们的新伙伴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让所有的人都充满期待 第二天一大早 记者跟随挑选的一行人就出发了 同行的是昆明精犬基地 专门负责幼犬训练的教官 可谓是挑选的专家 今天我们要去昆明市北郊的路劝县挑选 车子一会上高速 一会进乡镇 东拐西拐 开了一个小时 最终停在了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可是街道上一只狗也没有 连村民也没看见几个 倒是从村民家里 传出来的几声狗叫 能感觉出来点氛围 这里真的是挑选的地点吗 这是一位老乡 牵着犬过来 这是公犬 公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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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卖力展示着这条犬的性能 主人的这个动作叫做抛物贤曲 既可以展示犬的体力 也可以看到犬是否有很强的 占有欲望 这个动作是在展示犬的咬合能力 认准目标不撒嘴 也就是说 这条只有三个月的犬 就已经具备了成为一条警用犬的基本素质 估计是村民都得到了消息 不一会儿又有人开着摩托 把狗带过来 一条好的犬 几个动作就能看出犬的优劣 另一边 已经有好几名村民在排队等着了 到底什么样的犬 才能进入警犬的行列 挑选警犬 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就公共犬的体力 这是首要的要求 胆量 还有他的贤曲的欲望 这个贤曲欲望就是 犬的主动性 他的占有欲 这几方面综合原因来考虑 他能不能作为一头公共犬使用 深入到农家进行挑选 队员们还从没经历过 但却不是每个队员 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只有其中几位 能够幸运地参加挑选 其他队员的警犬 就由王宁主要负责 小小的马路 瞬间变成了赛场 村民们都让自己的犬 卖力地表现 希望能借此得到 犬犬人的青睐 用于警用的工作犬 他们的样貌比较单一 这种犬叫做马犬 犬称比利时马里女马犬 从外貌上看 马犬比昆明犬的个头小 爪子和尾巴都没有昆明犬粗壮 但别看他其貌不扬 他可是仅用工作犬中 重要的一份子 这个马犬呢 实施于一个动力比较足的犬 就像那个德国车一样呢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动力比较足 身份性比较好 那么他的身份性好 然后呢 在我们再加上他这个这个 他的 那嗅酒的灵敏度 那就对我们警方 就是最最大的有利呢 一条合格的工作犬 最基本的评判标准 就是具备 嫌取欲望 而这条犬 并没有主动取雕 王宁手中的麻棒 很显然 他对陌生人是抗拒的 说明胆量还不够大 正当王宁准备放弃的时候 犬的主人拿过麻棒 再次调动起犬的积极性 正让王宁的目光 再次集中到 这条小麻犬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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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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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们去嫌一嫌 就是没有离奇万的嫌 都是不要的 既然基地有一整套 培养小犬的方法 那么 警犬为什么要在农家长大 这些三个月大的幼犬 和警犬基地 又有什么联系 怎样保证 幼犬品系的纯正呢 我们幼犬这个阶段 它分的有三目标 一个是对幼犬的胆量 进行很好的一个锻炼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对犬的这个嫌取欲望 有一个很好的培养和提高 另外呢 就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要有所提高 其实在农家饲养犬支 是昆明精犬基地的 幼犬社会化训养的一个内容 在基地内部 饲养着品种纯正的种犬 它们来自世界各地 各个都大有来头 而且身价不凡 几十上百万的犬 不在少数 种犬虽然天生尊贵 每天不愁吃喝 还有专人打扫房间 但要保持住品种的优势 繁育更优秀的后代 它们可绝不能养尊处优 让犬在跑步机上训练 这是警员的自主发明 在它们逐渐适应的情况下 还要加大跑步机的速度 否则 犬 也会患上负贵病 除了固定器械的体能训练之外 它们还要不定期 进行实际场地的拉链 每次都是四千米 清晨七点 教官张松就已经到岗了 打扫完犬舍 喂过狗粮 它开始了每天两次 操场上的体能训练 这看似是简单的亲和交流 实际上是在练习犬的 前取能力 精犬基地的社会化训养 就是把进入发情期的母犬 在基地和种犬交配 成功受孕后的母犬 会送到农户家饲养 这些家庭都是昆明精犬基地 固定的繁育地点 这是几只即将临产的昆明犬 可为了不让它们体能因此下降 主人每天都要领着 大富翩翩的母犬 外出散步 在羊犬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带出去 在这个 它周围的环境里边 去适应它那个陌生的环境 这样自然而然 对犬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锻炼 刘永春是这批队员里 年龄最大的 他似乎很重义这条犬 刘永春 你挑的刀狗的标准是什么 我说一个长大个儿 一个是我喜欢的狗圆的 老板拿着看那个地方 这吃饶啊 跟我吃饶点啊 那你记一下号 自己的 其他队员也相继找到了自己心仪的犬 并记下它们的编码 每一头颈用犬 在它们出生的时候 体内都被植入一个编码 这如同人类的身份证号码一样 伴随它们终身 悬中的犬会用专门的仪器 像是超市扫码一样 在犬的脖子周围扫描一下 犬的编码就会显示出来 系上了编码 并不是意味着就能当场临走了 这让有的队员担心 自己的犬没被登记再测 到时候你还认得你那狗吗 到时候我拿人号队嘛 孙涛带犬很有经验 勇敢果断 是他衡量好犬的第一标准 他看了几条犬都不太满意 看着其他队员都挑上了心仪的犬 他还是很谨慎 并没有轻易下决定 虚传素是好 情况下就是他去闻见你 再吓唬他 他会看一眼 然后再听到口诺再出去上课 孙涛有自己悬权的标准 除了要有胆量之外 另外一个标准 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他更喜欢个头小的 小的呢 他跟你这个 就是这个清河呀 你刚好想你眼神刺激他 就跟你说跟孩子似的 打小跟着你吧 你怎么揍的 你怎么干嘛 他也不会说 脱离你 他也知道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他也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头小犬没被别人看上 孙涛却想试试 可旁边人的一句话 又给他浇了一喷冷水 因为他也是小 再养那样 如果要再穿穿 他可能会长大一点 好来行吗 人家说的都是淘汰的 咱就没法说了 咱就没法那扔了 那就只能放弃了 这个 已经中午了 王宁和几名队员 都找到了合适的警犬 可孙涛仍旧一无所获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孙涛还能够挑到 新移的小犬啊 一山傍水的脚架营村 一半以上的家庭都专门养犬 平日里 农民们都是带着幼犬 去赶集 晨跑 而基地里的生活 就像是在幼儿园 即便训练再严格 环境再好 景犬也终将是要去现实环境 摔打历练的 为了让他们以后 可以更快地投入到实战中去 基地让犬从小就接触 外面的环境 把三个月大的犬 带到大街上 适应街上的人流和车辆 以此来锻炼他们的胆量 昆明景犬基地 和当地村民合作洋犬 不仅解决了 小犬接触不到外界的难题 也让当地村民 增加了一份收入 这只母犬 刚刚生下了一窝小幼崽 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睁开 估计是饿坏了肚子 小家伙正摸索着 找妈妈要奶喝呢 当地的气候阴冷潮湿 怕刚生完宝宝的母犬着凉 主人还特意为他们 打开了取暖气 工作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 就和宠物犬有着不同的生命轨迹 等长到一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简单的幼训了 基地的教官经常下到农户家 传授一些训练的技能 全知的训练分为两个阶段 半岁前被称为幼训 这时犬只的主人让他咬他们最喜欢的玩具 挑逗起他们的兴奋性 主人与幼犬来回转一块肺部 这是练习小犬的咬合能力 而闲取训练是最基本的训练 一头优秀的工作犬 要有很强的占有欲 还必须足够聪明 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他的占有欲 通过球 毛巾卷 还有训练的一些物品 对犬进行献取训练 下午 玄犬的队伍又来到另一处玄犬地点 相对热闹的大街 宽阔的马路 过来过去的车辆 这么多干扰因素 孙涛还能挑上合适的犬吗 王宁会不会还有新的收获呢 因为还没有挑上心仪的犬 下午 孙涛主动发起来 对犬的考核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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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那个顺那两个行吗 尽管能锁定一个公民犬 但是现在再想回去 谁来带 看来这条被挑上的犬 还是不符合孙涛心目中 对豪犬的标准 他是不是我看比较粘人 粘人是很重要的啊 因为他老跟他玩 但是你这猪女 正在逗王有猪的往那 他最起码逗我们猪女来 他不是 顺他的牵带 另一边 王宁又在试着几只幼犬的信仰 太小的犬并不符合他的标准 担心训不出来 主人有点不服气 还在竭尽全力地做着抛物嫌取测试 以此希望改变来主的决定 钻住 对 球上你走 你来看他对不着你手 我会走 来 他注意力在你 不在球上 在球上的话 倒是不在 你要翘他肯定 不 你就翘他告诉这个 他肯定找 他 犬要有一种 他就比如战友欲 他特别有战友欲的话 他喜欢这个东西 他会一直跟着你走 你明白 你短刷他不理你了 其实你要非要敲动他 咱们注意力引在上 基地的负责人把挑选好的犬记录在侧 因为每卖出一头犬 农民就会获得相应的报酬 三个村子 大约150户的家庭和基地签了羊犬协议 按每户养十头犬计算 每年能够获得两万多元收入 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 也解决了一定的经济困难 王宁认为已经挑不出来了 然而预计的数量还没有达到 挑犬队伍打算再回到脚家迎村 碰碰运气 这只纯黑的小马犬只有两个多元 但孙涛却非常喜欢 他认为在实战当中 黑色的马犬从外形上显得更加威武 能够很好地起到震慑的作用 一天的悬犬任务结束了 总共挑选了十二条 有两条作为备选 选好的犬不能马上拉回基地 两天之后会有专车来接他们到新家 从此这些犬将踏上一段新的生命旅程 两天之后挑选上的警犬已经送到了基地 虽然有的队员见过了自己的犬 但还是很激动 从今天开始 他们才成了这条犬真正的主人 有的队员提前就给自己的爱犬 起好了名字 你这叫什么名字 你这狗 我都给起了 不是叫三 这有什么讲的 这是一个游戏里面一个受人部落球长 没有去参加挑选的队员 也都找到了合适的小伙伴 可是幼犬却对新主人的友好 一点都不买账 不停地吠叫 孙涛并没有等到他钟爱的那只 一只小黑马犬 对立准备用于其他用途 分配给了他另外两只 一只昆明犬 一只马犬 此次他的任务比别人都重 要训练两个科目 要训练两个科目 基督和搜报 你给他起家什么名字 我这两只家的 建名 那叫建名这叫火 带犬 带犬认识自己的新家 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 新环境 新主人 再加上一个多小时的奔波 多多少少 让他们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不知道 未来等待着他们的 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经验丰富的孙涛 用抚摸来安慰犬的情绪 犬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 一下子离开了 他生活的环境和主人 他们总要调整一下 不过 一条优秀的工作犬 应该具备快速适应 新环境的能力 孙涛的这条犬 就适应得很快 然而 并不是任何一条犬 都能具备这种能力 孙涛的另一条马犬 就非常不适应 任由孙涛怎么犬说 都不肯上台阶 只能拉着一点一点走 双腿夹着尾巴 极度恐惧的样子 好在 小马犬最终回到了犬舍 午饭后 太阳正面 正是所有队员午休的时间 孙涛却独自一人 来到了犬舍 这是那条胆子 特别小的马犬 对于新主人的呼唤 他显得无动于衷 孙涛星能多写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拉近彼此的关系 渐渐的 小马犬像是适应了他的新主人 不再那么戒备了 可是这仅仅是个开始 未来小马犬和他的小伙伴们 还要经历更为严格和艰苦的训练 他们能完成训练任务吗 水分最后成为一只 合格的基督犬呢 犬之进入训练基地 然而对陌生主人的抗拒 让犬如何进入训练状态 训练精权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神圈 是怎样变成的